3月1号美国H&B的抽签正式开始 但是不少小伙伴受到财源和经济萧条的影响 还在求上岸 或者刚刚拿到offer 雇主说你已经错过了 公司提交H&B申请材料的截止日期了 所以今年不能帮你提交H&B Sponsor 不少的小伙伴来问野火 3月上岸究竟还能不能参加今年的抽签呢 答案是只要在3月17号之前是肯定可以的 其实除了3月17号之外的截止日期 都是公司的内部规定 野火在我们的社群里看到 很多小伙伴分享 即使3月份拿到了offer 错过了公司内部的H&B申请Dialign 还是被魄力提供了Sponsor 在美国的职场行走 最重要的就是和雇主有效的沟通 来为自己争取权益 今天也火来聊聊 3月份上岸怎么说服雇主提供H&B Sponsor 视频的最后有和雇主交涉的英文模板哦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和雇主交涉之前啊 小伙伴们要明白 其实H&B的注册和提交申请非常简单 甚至不需要律师 可以直接由雇主自己完成 在移民局官网发布了两个指导雇主和律师注册H&B的视频中 从注册到提交申请全过程 时长在5-6分钟 总共只有三步 注册登录添加你的个人信息 支付10美金的抽签费 雇主需要在抽签这一步填写的 只有你的姓名 出生日记 护照号 取得的学位名称 职位名称等基本信息 无需提交其他材料 律师帮忙申请也是一样的 而往往公司聘请的律师 会在2月中下旬设置截止日期 让员工提交很多个人资料 这些资料其实都是为了员工 中签后进一步failing而准备的 在抽签环节并不会用到 但是以错过资料提交截止日期为理由 拒绝你提交H&B注册申请 所以如果老板说 今年不能帮你申请H&B 还是要积极的和雇主沟通 为自己争取权益 那以下就是野火为大家总结的 和雇主交涉的英文模板 记得收藏运用起来哦 祝大家抽签一切顺利 等着听大家今年抽签的好消息